在花蓮有一名五歲的女童 日前和妹妹在親戚家的門口玩耍 結果被一名男子給性侵 而家長第一時間是沒有報警 找了外縣市的民意代表候選人求助 那事件被揭露之後 警方是將這一名患有中度金帳的嫌犯 給逮捕 而社工也趕緊介入 為了要協助遭到性侵的五歲女童 新北市議員參選人 顏維勳特別前往花蓮 經家長描述得知 女童十一號和妹妹在阿姨家門口玩時 被一位陌生男子性侵 妹妹目睹全程在一旁發抖 警方借過報案後 立刻逮捕涉案男子 縣府社會處也緊急介入 發現女童家原本就是縣府 在案的脆弱家庭 因故不相信警政與設政系統 至於加害者則是患有中度精神障礙 現在談到安置還比較早一點 那希望能夠在家庭功能的重建上 來達到照顧的功能 這個相對的部分 那我們還是會跟警方做密切的聯繫 嫌犯未收壓是否對社區會有影響引起關注 加上顏維勳第一時間公布的相片 沒有做遮蔽處理 恐以違反而效法 極有可能對女童造成傷害 他其實已經足以辨識未成年的受害者 在哪一個區域 那花蓮又很小 他其實有一些這樣的孩子 社會處強調會引建社會與心理諮商功能給女童家庭 女童如需安置 希望由其他親屬優先 至於患有中度精神障礙的男子 但由於非現行犯 因此寒送地檢署處理 目前只能先請警方密切聯繫 制約他在社區的行為 記者文家凱 光臨報導